哈喽大家好 最近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在北京中午有时候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 不知道你那里有多热 但是这对于底妆真的是十分的考验 所以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全新的香奈儿柔光持妆粉底液 那这款粉底液呢它的持妆能力就很强 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所以我今天呢也会对这款粉底液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然后再用香奈儿一系列的产品快速的打造一款柔光激妆容 那就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那先来说一下它的外形 那大家都知道我习惯叫它小方砖粉底液 因为它有这样子方方的外形 小方砖的一共有12个色号 算是香奈儿在中国推出色号最多的一款粉底液 这样的话不管是白皮黄皮还是黄黑皮的宝文 都可以很精准方便的找到适合自己肤色的一款色号 并且上妆的时候不管是面部的修容部分 还是高光还有遮瑕部分的 都可以选择相应的这个粉底色号进行上妆 这样的话出来的妆效会更加的统一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进行手臂上的试色 然后来更加方便的让大家挑选出适合自己的色号 现在我的手臂上呢分别是01213141 挑黑板注意一下这里 尾号是01的呢都是黄调色系 所以说黄皮的妹子可以选择尾号为01的粉底 那像这个01号呢就是这个系列里面的最白色了 然后这四个10203040 这四个尾数为0的是中调的粉底 那12223242这四个尾数为2的粉底呢是粉调的粉底 所以粉白皮的妹子就可以从这里面挑选 它的质地呢是属于清透柔滑的那一种非常好推开 然后它的粉质呢也和我的皮肤感觉非常的贴合 稍后呢我会用这个小方砖做一个15秒的柔光期挑战 那首先呢我先选择了适合我肤色的这个21号 来做我大面积的一个底妆 这下选择了一个比粉底液稍微深一点的这个31号 40号做修容暗影 高光用01号比粉底浅一点的4号进行提亮 那在这个挑战之前呢我会先用一个这个 香奈儿的美白防护隔离乳液进行一个妆前的打底 好了我现在要开始做15秒的柔光期挑战了 然后我先用手机系个式 好紧张 开始 手动快进 15秒的柔光期挑战成功结束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快速地拥有了一个雾面柔光期的感觉 现在我脸上的底妆 遮瑕 高光 修容 都是用它来画的 简直是承包了大部分我的脸 这款粉底液主打的是持久并且高遮瑕 这样利用同款粉底也不同色号来打造一个底妆的话 妆面会更加的自然统一 看上去是不是更加有协调融合的感觉 来用香奈儿光彩透白粉饼 你看这个粉饼已经被我用的有多脏了 然后蘸取这个粉饼 然后轻轻的压在脸上 让我们的妆容更加的服贴持久 再用香奈儿这个四色眼影 我觉得这一盘的颜色还搭配的挺好看的 也很适合打造一个日常的妆容 我先用这个浅米粉色打底 然后它有一种淡淡的光泽感 眼头的地方呢也画一下 然后再用这个珠光暗绿色涂抹在眼窝内这个后半部分 然后往前带 再蘸这个紫色进行加深眼窝和暈染下眼瞼的部分 然后再蘸这个青色涂抹在双眼皮褶皱线内的前半部分 好我利用了这一盘画出了一个有点冷色系小烟熏的一个眼影 然后给自己画了一个比较细的眉毛 用这个香奈儿的防水眼线笔画一下眼线 画一个全包感觉的眼线 再用刷子轻轻的和眼影进行一个融合 刷一个睫毛膏 现在我们忽伤忽伤的大眼睛变得更加炯炯有神啦 腮红我用的是香奈儿自然亮彩腮红膏 它是那种丝绒的质地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斜着涂抹在颧骨的位置 然后用手指这样轻轻拍开淡淡的很有气色感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和我的眼妆搭在一起很有时尚大片的感觉 有没有 唇膏我用到的还是上次就推荐过的这个可可小姐 炫光唇膏 我选择了一个裸棕色的一个唇膏 搭配我的这个妆容 这个唇膏涂上去亮亮的 特别好看 而且非常非常的滋润 这个尺尔真的太好看了 另外我还是要说一下它这个包装设计 真的太好看了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包装这儿的设计 香蕾儿气垫水粉底 那这款气垫呢也是我上一次用过的 我就觉得很喜欢 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果冻气垫 是不是很可爱 你其实带出门的话还可以随时随地补妆 非常精致的一个小盒子 特别好看 好我现在整个妆都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很好看 那整个粉底液呢 上脸都是那种很清透的感觉 并且是不油不拔干的那一种 同时也能实现一个理想的遮盖效果 并且很细腻 整个上妆的过程都非常的快速 所以非常的适合上班上学党 时间紧急的时候 用这款粉底液打造出一个 快速的柔光机底妆 对了 现在香蕾儿也入住了天猫期间店 大家都知道了吧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天猫上面选购啦 希望这一期视频 让你对这个香蕾儿柔光持妆粉底液 就是这个可爱的小方砖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然后也希望你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柔光机底妆 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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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